今天看到港媒爆料,一家新公公取世薰去世后,420亿遗产不分毒和一毛,第一反应是420亿,天日平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这么多钱是我等白人一辈子也挣不出来的吧? 说不分一毛钱,但是许世薰设立了信托基金,独生爱子许静康和儿媳李嘉欣,每日可只取二百万做日常花销,二百万,可每个月买一台法拉利了呢?还不够生活费 然而,粉丝们开始纷飞心疼李嘉欣,女神要受苦了 这么多家产每月才给二百万,虽然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很多,但是对于习惯于贵妇生活的李嘉欣,可能真的不够 毕竟当初为了嫁入曹门也是蛮拼的 这个放在后面讲好,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对香港富豪对自己的毒子如此心狠手辣,百亿的资产没让他直接继承 证明把这,就是并不打算让许静康成为下一任企业长多人 要说这老爷子许世勋,可是大有难头 许世勋的父,今就是第一代船王许爱舟 中日战争期间,他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船越炙烧 1957年与官奔发,彭国珍,创立中间企业公司,购入香港大旧店原地址 新建中间大厦,随后又建亚系亚行,开始在香港发展地产 许爱舟1966年许爱舟去世,即家族产业重新分工 由小子许其博主管行业,赐责许世勋负责款物 由许世勋掌管地产 这许世勋老先生,也是跟郑苗红的old money 接管家族地产事业以后,他妥善经营 保持着家族事业的繁荣 由他支手,家族一路发展壮大 许世家族很快晋升为香港富豪榜第15位 而他也成为香港十大富豪之一 对了,就香港大浪湾时候的香港第一豪宅也是他们家的 当年许世勋花了400多万买下 现在已经涨到14亿了 简直豪得人生共分 值得一提的是 这栋房子旁边的住宅 属于内地第一个买到四地区房产的富豪马化 腾同志,许世勋不仅一生经商他是低调,在感情生活上也是让人羡慕不已 他一生只有一个妻子,并且常常是走到哪里都牵手到哪里,这恩爱程度陷上唐人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的儿子许静亨做一个情势丰富的伯儿 大概是老爷子的桃花运气赶下来,留给了儿子咩 许静亨的几段情势,也是断断有名的呢 当年风华正茂的刘嘉玲,曾为了他愿意退出于冷却该当家庭主妇 活跃消息漫天悲,不过最后一奈何许家一个实锤的不同意,两人的缘分也就此为止 而后,他高调迎许赌王和红参之女和超雄,获礼奢华隆重 在香港大败研习三迁,一时间传为城中佳话 后来这一段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2006年,李嘉欣遇到了许静亨 许静亨和李嘉欣恋情曝光,消息喘得沸沸扬扬 虽然不笔合超重的世界婚礼,但据说,整个婚礼也耗资过亿 2011年,李嘉欣为许家生下家族地,四代许静同 然后就是和许静亨一直到现在 媒体眼中的李嘉欣,就是将嫁入豪门作为目标 许静亨因为花边新闻,不断而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其商业能力,却不曾引起注意 被媒体和外人称之为草包 所以,老爷子将420亿遗产交给献托管理 也是因为对自己的亲儿子十分了解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明智决定呀 毕竟,创业容易,守业难恶 此时薛的做法,不仅保证了家族成员不被饿死 而且也避免了让家族企业遭受动荡 更是能并开支额的遗产税 可以说是十分机智了 此外,其实这种出力遗产的方式,也不仅是许世勋的个人选择 早在许静亨的爷爷被就已经采取这种方式了 许静亨的爷爷许爱周当年也是选择吧 重要资产都放入周兴置业旗下 以家族献托基金的形式持有 家族成员每月在基金内之心 而不是直接把遗产分给子女 不得不佩服老 老爷子的长月眼光 而至于二百万够不够许世夫妇花吗 要觉得,大家安心吃瓜,看看就好 毕竟,我们还是把自己的钱包塞满最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